Hello 大家好,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 今天呢,我今天要開箱佛這個 剪髮器 來自小米的剪髮器 叫做Anchant 影趣 這是它的盒子,然後它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白色,一個是黑色 然後呢,後面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幾個 product的用處呢 它有這個 R型盾腳的 剪髮的設計 然後有靜音設計 智能快充USB充電 變頻技術 還有充電提示 然後這裡呢,有寫它的 產品的名字 Anchant影趣 然後 Boost理髮器 充電小時1.5小時 隔定電壓5W 隔定 功率5W 然後呢 這裡有執行標準 然後它的包裝內含有 機身 毛刷說明書 油品跟電源線 然後下面呢,是它的那個 出展公司 來自中國 重慶 四江區 然後上面這裡有一個bucket 然後 然後打開來看呢 這裡面呢,是一個白色的盒子 印著 印成影趣 這樣子的 然後呢 這是白色的盒子 就是這樣子 下面寫一個bucket 然後後面的設計呢 是跟 在黑色的盒子 是一樣的 旁邊就沒了 上面有一個它的 logo 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它打開 打開 打開過後呢 這裡會有一個 大概是這樣 打打打 這是它的機身 然後後面有它的那個 那個說明書 跟它的 嗯 油 然後刷 和USB 的電源線 然後這是機身 在裡面 嗯 裡面的機身 然後打開裡面看看 它是這樣子的 OK 所以它這裡呢 它會有 你可以調取你想要的長度 OK 所以它可以調取要3mm 還是6mm 9mm 14mm 12mm 15mm 所以你可以調 調到這裡 所以如果你是21mm的話 就大概那麼長吧 可是如果你要調到3tm 3mm也是可以 或者是9mm也是可以 你可以調長度 然後這裡它有它的型號 跟一些 模型的 呃 一些 code在這裡 然後它這個是它的 開關 開來就是大概這樣子 然後按久 然後如果你按久一點呢 它會有更快的速度 突補 可以聽到它的聲音是不一樣的 關掉 開開 然後再按久一點 它會變得更快 突補 然後關掉 好 然後它這樣子可以 可以自行的 調你需要的長短 這樣子 自行的調 然後這個是它的 Battery indicator 它的那個 顯示器 所以它到底有沒有電 哦 沒有電了 哈哈 OK然後呢 這個是它的USB插孔 所以 這就是小米的影劇的 呃 減發器 抵發器 所以如果你們有需要想購買的話 可以到 下面的link 下面有一個連結 你可以購買哦 OK今天的影片就在這裡 所以你們有什麼疑問的話 可以在下面 呃 留個言 OK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就like and share我們的影片吧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下次再見